本分局已于今年初接获民众沉母报案 说他儿子无难在柬埔寨遭人身控制自由 且公司宣称其基欠公司款项遭不法拘禁 请求警方协助 本案受理后及通报刑事局外交部及移民署协助救援 本分局受理报案后由分局长指挥侦察队组成专案小组 并于三月间根据无难返台后之公诉 锁定以阳性男子为首之不法集团 据调查该集团在脸书刊登广告 以高薪招募前往国外从事博弈或游戏克服等工作机会 诱骗失业负债或急需用钱之民众 招募之后将民众先带往安排至旅馆拘禁 再以恐吓人身安全的方式逼迫其接受安排 搭机前往柬埔寨等地从事诈骗工作 若有不服从或诈骗业绩不法 则派人以暴力方式殴打被害人并限制其行动自由 被害人因不照遭不法集团收走 更被要求支付高额赎金才能安全访谈 被害人人身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及伤害 本案经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 专案小组于目前持检察网合法居票 将杨姓男子为首之不法集团等五人查气道案 全案于刑法诈欺防害自由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 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乌日本局呼吁现正值暑假期间青少年寻找工作 应注意高薪求职陷阱 不任意相信脸书或网络求职广告 避免遭受诈骗沦为不法集团之共犯或被害人 请 Though赵魚 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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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 君 君 君